上個月 8 號去限壓店預訂了華為的 Mate X5 和 60 Pro 加 X5 16G 版本等了 11 天到火了 Pro 加是國慶期間到了一台黑色版本 白色版本還得繼續等 至於 RS 更是搖搖無期了 看了眼黃牛價格 紅色長得有些離譜 今天我們就先來拆這台 Mate X5 摺疊機 看看相比上代在結構用料上的差異 X5 摺疊機器 外觀部分最大的差異就兩個點 中了 4、5 克後攝 Deco 的設計變了 我自己覺得 Deco 其實還沒有 X3 上耐看 性能方面從紙面參數看 X5 就是幻星之作無遺了 但我們還是要具體拆開驗證一下 看看一些細節上面是否有變動 第一步 關機後取出卡托 雙卡水平放置 二號卡位支持最大 256G 的 NM 卡擴展 卡托材質是金屬加塑料 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第二步 拆卸後蓋和負屏 加熱後劃開粘膠打開後蓋 後蓋是玻璃材質 內側結構布局對比 X3 基本沒變 緩衝泡棉 金屬 Deco NFC 線圈依舊 接著滑開外屏四周的粘膠 打開外屏取出蓋板 挑開接口分離屏幕 外屏內側的布局和 X3 完全一致 分辨率刷新率這些都和上代一樣 但我這台 16GB 版本的亮度是有 100-200 尼特的提升 實測手動全屏最高亮度是 630 全屏激發最高是 1266 屏幕背面是全覆蓋的銅箔 X3 同款新思 S3911 觸控 IC 這裡多說一嘴關於之前 Mate 60 Pro 的亮度測試 當時我心機到手的這個系統版本 實測全屏激發最高確實只有 730 並且我們是反覆降溫測了好幾次的 都是 700 多 但後續更新系統後亮度就變成 1200 尼特了 測了那麼多手機也不至於連個亮度的測不明白 就這麼個事得說說清楚 好 我們繼續往下拆 第三步拆解主板 主體結構對比 X3 如出一折 無線充電線圈散熱膜用量都一致 卸下主板區域的所有螺絲取下主板蓋板 蓋板是金屬材質 結構對比 X3 是有小幅的修改 散熱膜的形態略有變化 上方的傳感器規格和佈局沒有變動 一顆 LED 燈珠 後置環境光傳感器 後置麥克風以及激光對焦模組 蓋板背面 散熱膜同時覆蓋到了主板的核心發熱區域和潛望長焦上 揭開副板上的散熱膜 卸下三顆螺絲取出蓋板 挑開左右兩個電池接口進行斷電 隨後挑開主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所有攝像頭 三顆後攝固定在一個防滾架內 三攝規格沒變 卸下兩個螺絲取出主板 主板從 X3 的單層主板更換為雙層堆疊設計 還加了那麽一小塊的散熱銅箔 SoC 的對應位置屠有導熱材料 紅外發射器集成在主板上 主板的 PCB 製造上方正 比較奇怪的是 X3 主板右上角的內屏傳感器 在 X5 上並沒有出現 只留下一個空焊盤 但內屏明顯是有自動亮度調節的 猜測應該是旁邊的內屏前攝通過某種技術 實現了感應環境光變化的能力 打開屏蔽照 清掉導熱材料 RAM 和 ROM 的 Steam 上依舊是有介號筆塗過的痕跡 清理乾淨後 從 Steam 來看 RAM 和 ROM 都是來自海莉氏 規格是 LPDDR5X 加 UFS 3.1 但是 RAM 實測是 LPDDR5 的水平 繼續吹一下 RAM 下方的 SOC 相信大家看到這個 Scene 就不需要我再過多介紹了 實際測了一下原神 還是和 X3 一樣默認是開啟插針的 並且是強制開啟的 即便關了插針選項也沒用了 應該是考慮到這個折疊機器散熱的原因 實際流暢度肯定沒有 59 幀 一些模型是有明顯延遲和卡頓的 溫度和功耗確實都要更低 整塊主板對比 X3 輪廓上完全一致 但在 PCB 布線和搭載的芯片上都進行了變動 並且還多了一塊上層板 簡單總結一下 就是將 X3 主板上所有的高通和微信聯合的芯片 全部替換成了海思和其他國產芯片 這些芯片個頭雖然不大 但這是華為和國內半導體產業鏈 通過 1000 多天業以繼日研發後突破的成果 此處應該有漲勢了 中華上邊界通過觸點和主板連接 後攝模組的對應位置做了鏤空處理來降低鏡頭突出的高度 第四步拆卸副板部分 卸下四顆螺絲取出兩塊蓋板 卸下兩顆螺絲 挑開小板上所有的接口 取出兩塊小板 其中一塊小板上集成有第二顆麥克風 取出 Type-C 接口 接口的結構和規格和 X3 是完全相同的 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接口規格也是 USB 3.1 卷1 取出和 X3 一樣的圓形 Z 軸馬達 馬達直徑還是 8mm 厚 3.25mm 供應商是橫電東磁 撕掉揚聲器上方的散熱膜卸下副板區域的所有螺絲 取出兩塊蓋板 挑開副板上所有接口取出頂部揚聲器 揚聲器來自戈爾生學 1115A 規格 取出副板和主板一樣 副板的輪廓和 X3 也完全一致 吹開屏蔽照可以看出 PCB 的部件和上方芯片均進行了變更 副板上發還集成有外屏的環境光傳感器和第三顆麥克風 薄弱位置通過金屬片加固 PCB 制導上為滑通電腦 取出外屏前攝兩個前攝的外觀略有不同 但參數是一致的 卸下 7 顆螺絲取出 SIM 卡卡槽 水平放置的方案有利於這個簡薄機身 這個在 X3 上也說過了 取出底部揚聲器同樣來自戈爾生學 1216T 規格 雙揚的規格和 X3 是一致的 第五步拆接電池 沒有快拆設計 酒精配合拆機片即可取出 兩塊電池一胖一瘦 均為單電芯單接口設計 總容量是 5060 相比 X3 普通版多了 260mAh 和 X3 的點藏版保持一致 兩塊電池都是自家製造 使用 ATL 電芯 搭配附帶的 66W 快充頭 峰值充電功率 56.4W 實測 1-100 充電時長是 49 分鐘 第六步拆卸屏幕 一頓操作後分離屏幕 內屏和外屏一樣 大部分參數是沒有變的 非牛頓流體材料層也依舊在 主要就是這個亮度的提升 實測手動全屏最高 630 全屏激發最高是 1288 相比 X3 普通版手動高了 100 激發高了 200 屏幕背面繼續沿用輕量化的碳纖維支撐板 銅箔覆蓋面積對比 X3 明顯縮小了不少 驅動板上方是有散熱膜覆蓋的 私下散熱膜吹開屏蔽罩 下方是 X3 同款 繪頂 GT9966 的觸碰 IC 再來看中框部分 右側覆蓋有大面積的散熱膜 並且向左延伸出一塊來擴大散熱面積 私下散熱膜後射以及兩塊電池的位置和 X3 一樣 通過引路複合金屬背板來降低中框厚度 兩塊板的厚度和 X3 是一樣的 防水結構上也和 X3 完全一致 將中框上所有的開孔都圍上膠圈來阻止液體進入電污部分 最後一步拆卸轉軸 卸下所有固定轉軸的螺絲取下主排線上的蓋板 即可將轉軸和中框分離 從三組扭力結構 鋁合金門板等可以看出和 X3 是同款 這裡就不再展開細說了 好啦 本期拆解就到這裡 整集有 7 種共 79 顆螺絲 這回必須得來個眾絲歸位了 我們請問五年入口 一樣是GKP sąDX 2 質疏 nationalPP 就是連動的過程 佔時期間的渠環境 這次分可以提供 就是各種大製作的 奧運50下一步 也是新駕運50下降低 登記在12年間入口 這次級無所在 新駕運50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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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 rest 主板和电池 总体看下来最直观的改动就是主板和电池 从实际零部件的重量也能看出这一点 当然为了控制整机重量 在部分零部件上也是做了小幅的调整 所以明面上它确实是幻星之作 但从实际的体验来看 背后的软件优化也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发热比之前的X3控制的更好 加了5G 麒麟的特色功能也回来了 比如隔空手势之类的 算是弥补了X3上的一些遗憾了 唯一没解决的遗憾就是 难买 至于购买建议 手持X3的用户其实升级的意义不大 想尝试绝叠机的朋友 先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大屏的使用需求 不要冲动消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罗宾 我们下期相差 再见